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我是比较听话的 因为我看到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三个大的方向 所以我特别根据其中一个方向 就是New Impetus 关于新动力就写了这篇文章 但是后来发觉到好像是其实都不需要那么听话的 但是这个也是把近年我在一些想法想出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些意见 我们知道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过去一直有那个赞赏也有批评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亚洲价值观的提出是为了突出区域性的文化的特质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增强一个民族的自信 所以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或者壮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尤其是文化越是深厚的民族 它的民族性会特别强 相反的有些学者特别提到的缺乏了文化资源的民族 也缺乏民族的自信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联 在过去谈到那个亚洲价值观的学者 但有很多提到就是亚洲有些国家包括当然就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韩国这些国家 常常把这个用来跟西方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对比的一个做法 而且用来凸显那个东方社会的那个优越性 但是我认为亚洲价值观的提出不能说是强调跟西方价值的对立 亚洲国家其实在过去一百多年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跟冲击 而且也促进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发展跟现代化 所以亚洲价值它并不是跟西方价值划清界限的 而且是凸显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影响底下 亚洲国家还是能够保留它的文化传统 享有它独特的价值体系 北京大学陈玉龙教授在过去就把那个用语言来划分 他说亚洲在古代曾经存在三个比较大的文化圈 一个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西亚的文化圈 一个受繁文影响的南亚的文化圈 一个受那个汉文化影响的那个汉文化圈 所以这三个文化圈过去不断地互相影响 而且发展成今天亚洲文化的一个特色 但我们可以说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儒家的文化 在过去一直受到很多人提到 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亚洲价值观 其实就是过去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一套体用的观念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有些误解 因为亚洲价值观不是一种理解 亚洲国家度有的价值体系的一个看法 它也不是一套政治或者社会改革的一个理想 而是一套亚洲引以为豪的文化的特色 所以究竟什么是亚洲价值观 也许我们可以拿1991年差不多20多年前 新加坡政府在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反复的讨论以后 在国会批准了一个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我们用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 白皮书里面列出在新加坡国内各民族各阶层 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 所共同接受的五个共同的价值观 这五个价值观就是 国家至上 社会优先 家庭为根 社会为本 关怀扶持 同舟共济 求同存意 邪相共识 种族和谐 宗教宽容 这个五大的共同价值观 这里所提出的共同价值观可以说是 新加坡政府视为普世 具有普世价值的一些观念 这些观念适用于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 跟多元文化的新加坡 是具有亚洲特色的一些价值观 我们可以说亚洲国家的人民 他们从先辈里面 继承了一套道德价值体系 世代相存 渐渐地构成他们自身的一些道德标准 而这些价值观 除了以国家家庭至上以外 还包括他们对教育的重视 对储蓄 洁渐 勤奋 这些美德的包容 有些学者当然认为 亚洲价值观的提出 并不能代表整个亚洲的统一性 比如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Ibry教授 就提到 比如说用儒家价值观 或者亚洲价值观 来形容亚洲的华人的话 都是一个过度简单化的看法 所以他提出几个方面 来支撑他的看法 王庚武教授也曾经明确地指出 他说就算东南亚的华人 大部分都来自同一个社会的阶层 就是早期的移民 基本上都是社会的中下层 他们没有接触过中国 世人阶层里面高层次的儒家文化 所以他们是为了谋生来到东南亚国家 他们属于社会里面的低层 所以儒家里面的大传统 或者经典的文化 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而且他们也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 包括佛教、道教 这些风俗习惯的影响 所以从这个基础上来看 亚洲价值观的话 我们才能够避免笼统地说 把亚洲价值观导致一些误解 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亚洲价值观 不应该认为就是一个单一的 而且是完全一样的一种模式 而且另一方面 亚洲的国家 好像日本、韩国 因为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 所表现出来的亚洲价值观 也有一定的差异 所以总而言之 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亚洲国家 所享有共同的价值观 但同时在他们的内部 也表现出文化多元的一种现象 儒家思想或者亚洲价值观 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注意 跟中国的崛起 和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密切的关系 尤其是近年 有些人重提亚洲价值观的观念 中国和亚洲地区的经济快速的增长 促使了各国去重新认识 中国和亚洲的文化传统跟思维的方式 以促进更紧密的合作 这个也为什么有人重提 当然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最近一两年多次重提 复兴儒家和传统文化的号召 但是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越南 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是不是因为具有共同的儒家思想的背景和价值观 亚洲的地区是否拥有亚洲特色的价值观 但这个可谓见仁见智 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福南大学的葛昭光教授 他也认为亚洲是个区域 但是亚洲是否一个整体有待讨论 无论是地缘还是历史而言 尤其是文化的层面 他认为亚洲缺乏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的基础 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性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谈论的时候 多因为跟欧洲的国家作为比照的对象 但就亚洲而言 即使以儒家文化共同体进行谈论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之间 它的差异也非常之最巨大 所以因此他认为就是说 亚洲价值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愿意一个共同体或者是同一价值观进行讨论的话 他认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甚至悲观地认为这个是很遥远的一条路 但我们可以承认 亚洲价值缺乏内在的一致性 这个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事实 因为我们看亚洲国家都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为了反对西方的普世的价值 亚洲的国家尽力展现亚洲的资本 和市场的文化的基础 是家庭家族和他们共同之间的互信 而非西方的法律规范和司法的制度 因而假设亚洲的一致性 或者是亚洲的价值 而加强亚洲的团结和自信 所以亚洲价值观的成立 不在于是否代表亚洲的统一的价值 而在于作为一种诞生于亚洲的价值观 既对于西方的价值观 而又具有现代性特性的一种价值观 人民之所以认为儒家思想 为亚洲价值观提供了资源的背景 就是因为它立足于儒学 在亚洲的价值观里面的成分 而且它的诞生和发生的现代作用 它的经验是从这个来观察的 价值观的差异是否可以反映亚洲价值的特性 以下的一个例子 最近我碰到的一个例子 可以做一个参考 去年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卸任 新加坡的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 他写了一篇文章跟他鉴别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The Misunderstood Asian Cochumens UN 就是掌管联合国的一位被误解的亚洲人 在文章里面他提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在西方的媒体的眼中根本就是一个谜 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说 Mr.Pan is a Confucian gentleman He is humble, disciplined, hardworking and self-effacing He does not go out of his way to cultivate the media He believes that history will judge him on the basis of his performance And not on his popularity or his image in the press The Western media is largely unfamiliar with Asian civilisations It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values and traditions of a Confucian gentleman The Western media does not like Mr.Pan And has written negatively about him from the moment he took office 所以通过许同美大使的分析来看的话 当东西方的差异在价值观或者价值认同里面充分反映的时候 亚洲价值的共同性或者东亚的一致性就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 这种共同性和一致性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享有共同价值的人所认同跟理解 所以关于亚洲价值观的内涵 中国的刘孟熙先生曾经提出三个方面的内容 我不想在这里去介绍 但是第三点他特别提到 他说亚洲价值的提出 绝不单纯是一个特定地区以往历史或者文化的共同特征的一个概括 更重要的是他所具有的前瞻性的内涵 即包括共通性和共识性 重分在内的这些国家的文化的传统和现代性是否相关 他们的固有的传统能不能转化为现代文明建构的有用的资源 流行的建议将亚洲的传统价值转化为有用的资源 是我们讨论亚洲价值的一个重心所在 是它的生命力的权源 否则所谓亚洲价值就只不过是历史一物 充其量只是从它的那个特性来回顾它的价值 对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模式而言 你可以说毫无价值 根据这样的思考 如果我们能够将亚洲的价值转化为有用的资源的话 亚洲的价值将可以成为亚洲发展的新动力 所以过去一般人讨论亚洲价值的时候 常常以亚洲四小龙作为一个代表 随着中国的崛起跟亚洲经济发展 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 中国也将成为讨论亚洲价值的一个焦点 郑永年教授在他的那个分析里面曾经认为 他说福星亚洲价值观面临两个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必须纠正西方对东方 尤其是中国的错误的认知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正面去阐述 新时代的亚洲价值观 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可以成为这种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 随着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的举起 其他地缘影响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亚洲社会共享的 又有其他区域国家所理解的亚洲的价值的体系 而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的危机 更为亚洲价值观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的机遇 其实亚洲价值观一直以来是亚洲国家的文化的内涵 是否需要刻意的去复兴亚洲价值观 是值得去商榷的一个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亚洲面对新时代的来临的时候 中国的影响力将会随着一带一路的向外开展 亚洲价值观仍然将会扮演更重要的一个角色 谢谢